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唐聊聊第三十集,度量 上一集讲到关键思考,结果非常短的时间就有好几百次的听阅数 那我是非常惊讶,有点讶异怎么会这么多人在听 那这集要谈的主题是人的度量 那老唐我也是在这社会生存了快四十年 那见过不少人,基本上也不少 不少人见过一次就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 那老唐也很庆幸,目前活到这个年纪 都有跟一些很优秀的老朋友、老同学保持联络 虽然不常见面,但是依旧是维持好交情 活到这个年纪也算是有点悦人无数了 那现在是可以明确列出这些成功的人都有哪些特质 也有哪些值得学习的地方造就这些人的成功,好运气 那最近事实上我工作的公司也是因为有一些 因为公司上面的组织上面的重组 那基本上公司也是安排了一些就是外面雇佣来的顾问 那来希望来帮助我们员工就是有心理上有做一些很多的心理建设 然后有一些教育,那就是要教员工说现在碰到这种就是比较担心的状况 那就是要想办法可以就是继续的正面思考 那就是我要说一一说明就是老唐也是有见过一群 不是特别成功,但是变成同病相连而聚在一群的这群人 那为什么这些人就是不怎么成功,然后也变得算是有点小人 然后就是在背后说谁谁谁很拜的这群人 那他们这群人跟成功的这群人相比差别在哪? 那事实上这个也是非常明显的知识 那希望通过这集给大家一个自我反省 还有我自己也反省的机会 那第一点就是这些人不分事技术 不会看不惯他人特地行为 那成功的人不会因为谁谁谁有钱啊 就去羡慕或嫉妒或是看不惯这些有钱人 那谁谁谁是富二代啊 像是YouTuber界啊 有一个叫做Brian Chow的富二代 那是经常感觉在炫富的感觉 要不然就是非常知名的YouTuber Joman啊或者是在台湾开Adidas炒鞋店 Edifence的炒霸 变成台湾知名的爱迪达鞋头 那有一些hater酸民就很讨厌这些人 因为认为他们这些咖都是靠霸成名的什么什么的啊 运气好啊,结果变得非常有钱 那仔细想想这世界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 那就是富二代有钱人都比你他妈的更努力更上进 甚至是努力到根本没时间 根本没精神去讨厌特地的人事物 什么林佳龙啊,陈其迈啊,民进党啊,高端疫苗啊 什么都很糟糕啊,什么共产党是脑残 国民党是废物啊,民进党是草包啊,民进党 民众党还没用啊,什么老唐自以为说的都对啊 什么爸妈都不喜欢你,你朋友所有的讨厌你 还有听到这些都蛮多次了,陈时说老郎从来没有从成功的口里听过这些 因为成功的人根本不会去想是为什么讨厌谁谁谁 第二点,这些人不消极不唱衰 过去也有听过一些酸民啊,说什么台湾很差啊,建设超级落后啊,政府超烂 台中治安差,民进党都贪污,中国好棒棒 一泄城市啊,北上广深啊,连二线城市都大胜台北 哇,超讨厌天龙国的,几乎一辈子都要听这些酸民乡民说这些东西 我发现通常讲这些都是那群hater酸民 那跟成功的那群相比讲的却是 台湾真的不错啊,食物好吃啊,生活便利性十足啊 医疗健保世界第一,台湾轨道建设越做越棒 台中人文汇翠不愧是自古的文化城啊 桃园发展,航空城真的是发展越来越好啊 新竹变得好繁华啊,高雄真的不愧是台湾的第二大的直辖市啊 像这种东西,基础建设做的很棒 那我注意到的是成功的那群,看到的是人事物的美好 那也很享受这些人事物的美好 第三点,这些人不忘根不忘本 听过一些匪台说过一些言论 像是台湾最好给共产党管啦 我们护照上面根本没有写台湾啊 看看护照封面有没有写台湾 台湾根本不是一个国家啦 中华民国根本就玩假的 还听过以前有位台湾人说我是叛徒 说我拿纽西兰护照去叛逃到澳洲 什么台湾很烂啊,根本没什么啊 老唐,我过去真的听得到 听到非常多这种言论 不过真的除了这群 我还真的没有看到成功那群人 嘴里讲过这些东西 我只知道我的根是在台湾 那我的一切都是我爸妈养育我 我长大我才拥有的 而且我从来到尾都没叛逃到纽西兰澳洲国 这都不是我能决定的 所以我今天才会在国外 我也尊重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这个国家的法律跟制度 相对的我个人是觉得台湾是真的很好 才发现成功的这一群在台湾扎根 扎的都非常好 甚至比出国的都更好 相对的我还真的要多跟这群成功的人学学 第四点 这些人不会口里不一 不会在背后当小人 那过去碰到些酸民啊 嘴巴说一套成口石之快 这句话也是听过好几十年 那说自己已经研究很多投资的书啊 说学了很多知识 说巴菲特的投资报酬率 事实上没有很高 什么只用技术分析看趋势模式的方式来做决定 那建议我也去学 结果后来好像就是都还没有下过股票市场的单 那还有碰过住在澳洲学的一位高手 澳洲股市看不起 就直接放弃澳洲股市 直接上华尔街买美股 讲的有多厉害 什么GameStop AMC Reddit上面吵得多凶 说几个礼拜后 GameStop的股价会吵到美金一千块 好像到最后好像结果也不是很好 那个什么老唐啊 他是个台蛙 你看他说这些东西最好他都对 什么支持民进党1450 搞什么网军 弄什么visit Taiwan 根本没用啦 你背后 你爸妈都跟他切割关系 他朋友都不喜欢他 什么用学压压人 听过 这个已经听过超多了 搞出个什么台蛙语录 结果在背后传来传去 那成功的那群人 我还真的没听过任何人说过这些东西 而且说出来的东西还一定会做到 也不出狂语 我发现成功的那群人 他就是会祝福着别人成功 祝福着别人顺利 那老唐确实也祝福成功的人继续成功顺利 那自己回想一下 自己质疑 后来加薪升迁的运是比较不错 那确实就是靠工作经验推荐 一些推荐人的口碑 那而且也是说到做到的态度 后来升迁加薪的运算是比较好 那我也是在linkedin上面 有累积超过20个推荐 对这方面的领悟 我感受也是非常深的 因为做人还真的是要有原则 应该就是要说到 就一定要做到的态度 第五点 这些人不狂妄 不自大 而且给别人台阶上 最后一点 我发现成功的人 不论是社会阶层多高 那仍然会非常尊重社会阶层比较低的人 不会因为自己已经是创业成功 变成大老板 或是看不起领低薪的色处 那这群成功的人 不会去批评哪个政治人物 哪个政党 什么林佳龙 陈其迈 陈时中 很废 什么共产党 共产党脑残 国民党废物 民进党绿共脑残 民众党是没用垃圾 那有些人讲的是谁谁谁都很糟 说的好像自己最厉害 好像林佳龙 陈其迈都没有花一个小时 超过60个小时为市政忙着工作 那都是在 好像他们都是没有在工作的贪官 那老唐是觉得 这些为国家捐区的政治人物 确实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人家他们为人民付出心血 到处跑 那我觉得真的应该要得到更多的尊重 那譬如说像是陈时中吧 当时他在当防疫指挥官的时候 人家他每天忙着看这些疫情的数据 然后来分析这个疫情的状况 还有疫情的变动 那每天都还召开记者会 那我觉得他确实是蛮辛苦的 那想想人家可以为一整个国家服务 那就会有这么多的酸民 居然在批评他们说什么 居然要批评他们什么什么的啊 那时候我是觉得说批评的话 就要先以身作则 你先做的比陈时好 陈时中好 那你再来批评吧 那我发现事业做的大 做的成功的人 反正说话的方式 却是说我们的政府不管多烂 至好还是全世界20到30强的 他们做的事实上没有那么差 那我还真的除了hater 酸民 湘民口中才会听到这些批评 而且自己的成就跟付出 完全不能跟林嘉隆 跟陈其脉 陈时中这些人比较 所以这不是湘民 这不就是湘民奋事技术的话而已吗 那除了这点 我还发现成功的那群人 愿意给别人一个台阶上 他会把你捧上去 愿意扶你一把 让你顺利 而不是在背后捅你一刀 OK 那我这集就要说到这里 那我真的是满期待一个月后 自己的听阅数的数据 拜拜咯